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预计两人都会向对方提出一系列要求 也有可能做出某些让步来平息美中之间的贸易紧张 有分析人士认为特席会最好的情况是 两人达成某种停火协议 但是不可能有根本解决问题的方案 因为美中之间的问题不是一次会晤就可以解决的 特朗普和习近平即将会晤 但是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没有人能够清楚地预测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全球治理高级研究员 麦尔斯·卡勒11月28日在该协会 就二十国集团峰会举行的一个电话会议上说 甚至特朗普政府内部对特席两人会晤的结果都有不同的预测 但是他认为最好的情况是两人同意停火不让贸易战继续升级 但是不可能轻而易举地出现解决办法 他说我之所以提到停火因为美国向中国提出的问题不可能通过一次会议就可以解决需要系统性的谈判 他说这样的一个停火协议可能是特朗普和习近平发表某种联合声明 美国同意暂不向中国产品继续征收新的关税 保留先前的关税水平 同时中国也表示保持先前向美国商品征收的关税 然后就两国之间悬而未决的问题继续谈判 经贸问题需要更深层的谈判 卡勒认为这些问题包括知识产权盗窃 强迫技术转让 还有涉及中国行业政策的补贴问题 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拉里·库德洛 星期二也强调了这几点 他说美中之间的几个问题必须解决 包括知识产权保护问题 强迫技术转让大量的关税 以及非关税壁垒 以及企业的所有权问题等 美国对中国的要求 那么美国对中国到底有哪些具体的要求呢 美国政治新闻网站政治 在星期二的一篇文章中 根据特朗普政府的声明和文件 列出了美国的要求 主要包括保护美国技术 废除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 削减赤字等 报道说 美国首先要保护的是美国技术 在这个方面 华盛顿要求北京 结束对高科技行业的补贴 尤其对那些 北京希望未来能占主导地位的行业的补贴 美国还希望中国废除技术转让特别政策和做法 同时美国希望中国结束迫使美国公司加入合资企业的做法 特朗普政府说这样的做法迫使美国公司不得不交出有价值的技术 就这个问题美国也向世界贸易组织提出了申诉 目前世贸组织正对此进行调查 第二美国希望中国废除大量的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 并停止针对美国农产品的报复性措施 特别是不能在中国海关使用关税 繁琐的检测等限制美国农产品 另外美国还希望北京停止通过网络手段和间谍手段 盗窃美国公司的知识产权 第三削减贸易赤字 今年5月时美国要求中国到2020年底将贸易逆差降低2000亿美元 中国对美国的要求和可能的让步 根据政治网站的报道 北京会要求美国暂停关税战 并要求美国承认其市场经济地位 文章说北京希望美国停止关税战 包括美国停止在2019年1月1日时 将关税从目前的10%提升到25% 特朗普星期一还威胁 如果不能与中国达成协议 他将再对价值267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 加征10%或25%的关税 报道说中国很可能再次表示 会购买更多的美国商品 特别是液化器 北京可能也会保证会改善知识产权法 但是报道说到目前为止 还不清楚北京要走多远 才能满足华盛顿的要求 今年早些时候 中国希望美国放宽对高科技产品出口的限制 但是这个要求 随着国会针对关键技术和相关产品的出口管制预案 的出台要得到满足应该是越来越难 政治网站的的文章说 中国也希望美国可以承诺将来不会再使用301条款 对中国实施新的调查 为自己的关税和出口限制政策进行辩护 另外中国还可能要求美国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 中国此前一直利用各种对话机会提出这样的要求 但是遭到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强烈反对 中国认为自己早在2016年12月就应该得到这样的承认 以上是明镜广播电台整理报道 谢谢收听 英江维吾尔人的今天 很有可能就是汉族人的明天 各位听众好 今天是2018年11月29日 美国之音邀请专家学者参与讨论报道 美国国会和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 日前向众议院提交 由多位两党议员联署的议案 谴责中国强制拘留 多达100万新疆少数民族穆斯林 与此同时 西方国家的学者签署一份声明 表达对新疆大规模关押穆斯林的关注 目前声明已获得全球278位学者的联署 此前西方15个国家的驻华大使 联署致函新疆自治区书记陈全国 邀请他会面解释维吾尔族人权状况 面对国际压力 中共官媒称新疆实现稳定 比取悦西方更重要 集中营维吾尔 挑战人类文明准则的底线 中共为什么要冒天下之大不韦 今天一起讨论的嘉宾是 美国维吾尔协会主席伊利夏提 北京维权人士国际萨哈罗夫人权奖得主胡佳 新疆面临种族灭绝 全球都在集中关注 美国维吾尔协会主席伊利夏提说 我作为维吾尔人想说 新疆维吾尔人目前面临的问题 不是一个人权灾难问题 是一个种族面临灭绝的问题 因为集中营里头已经有很多人死亡 他们是大规模遭受拘押 总数基本上占为乌尔人的1%到10%左右 国际社会的反应也是非常强烈 而且还在进一步强化中 从2017年 我们反应集中营问题开始 各方反应开始聚集 首先是媒体进行报道讨论 各国政府开始注意 尤其是美国参众两院 由卢比奥参议员参与和牵头 一直在对这个问题提出批评 也举行了很多听证会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在推动世界宗教自由会议上 特别点名中国 美国副总统彭斯先生 也在这个推动世界宗教会议上 提出这个问题 特别指出 维吾尔人被大规模拘押 并称这是不可接受的 民间的反应包括 国际大赦组织人权观察联合国 大约一个月以前 15国驻北京外交人员 要求会见陈全国 要求他解释 为什么这样对待维吾尔人 这两天将近已经有 300名世界知名学者 签名发表声明 要求立即关闭集中营 和释放维吾尔人 这就说明 世界知识分子群体 已经站出来 在为维吾尔人发声了 美国高举自由灯塔 联合国令人失望 伊利夏提说 一直以来 人们对伊斯兰世界 持有一些看法 包括我们本人 也对他们保持沉默 因为非常不解 有些时候甚至是失望 但是昨天 世界伊斯兰学者联合会 发表了一篇声明 要求中国政府 立即关闭新疆集中营 此外 马来西亚政府 也进行了谴责 要求中国政府立即结束这种关押 在孟加拉国 在印度 还发生了一些游行 也就是说 现在基本上是全世界 除了一些独裁专制国家以外 大多数国家都从民间层面 对中国的做法 表示嗤之以鼻 也进行了强烈的谴责 我很欣慰地看到 西方起了牵头作用 而知识分子作为人类的良心 也站出来勇敢担当追求光明的任务 但是就缺一项 就是采取实际的行动 尤其是联合国安理会的一些成员 他们昨天结束了对中国的访问 我们看到的报道显示 只有一个国家的代表 向中国政府提出了维吾尔人问题 其他都没有 甚至他们认为 这是一个国家的内政 与外国无关 这说明联合国是一个失败的组织 不能够承担保护弱者的使命 这令我们非常失望 但是我们把希望 更多的寄托在美国 这样的自由世界的灯塔国之上 期待它能够采取实际行动 来惩治一些官员 来震慑中国政府的野蛮暴行 和那些崇拜暴力的官员 专业人员也被培训 清洗证据 活灵活现 伊利夏提说 对于人们 对新疆集中营说法的质疑 我来举几个例子加以说明 被关押在集中营 和被判刑的这些维吾尔人里 有新疆大学的校长 新疆医科大学的校长 新疆师范大学的校长 塔什干师范大学的校长 还有一些市教授 副教授 那么我先要问 如果这是一个职业培训学校的话 这些人需要什么样的培训 昨天一份300名学者联署的签名信里头 提出了几个非常著名的维吾尔学者 其中一个是新疆大学搞民俗学研究的一位女士 她对维吾尔文化的各个方面进行了广泛介绍 那么一个新疆大学的民俗学教授 要在这个所谓的在教育职业培训学校里学什么啊 我们要怎么去理解这种学习 再一个就是我本人的妹妹 我的这个大妹妹是一个护士 一个护士到集中营的职业培训学校里 又要学什么技能 现在在美国首都华盛顿 一位女士的姐姐是退休医生 她也被关到集中营里 她在那里进行什么样的培训呢 显然那不是一个职业培训的地方 而是一个进行文化清洗的地方 这还是说的比较保守的 他们把维吾尔人大规模集中起来 而且是一些有特别技能的人 集中起来关押在一个地方 每天24小时 对他们不停地进行洗脑教育 不把他叫集中营 还应该把他叫什么呢 中文里头还能找到其他的一些名称来描述吗 中国政府用职业培训这个名字 明明是在撒谎和耍无赖 此外还包括自由亚洲电台 一名记者的父母亲也被关押 其中这位父亲是有名的维吾尔历史学家 母亲也是老师 这些人退休的没退休的 甚至有将近80岁的人 到职业培训学校去学什么 能够理解吗 中共试图推广新疆经验 汉人要为明天而战 伊利下提说 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 前一段时间在推特中也承认 这些人是被强制带进去的 那么只要学员是被强制带入的 那这个地点就不应该被称为所谓的职业培训中心 再补充一点 最近有一个维吾尔朋友分享了一段历史 就是二战时候纳粹德国把集中营里 犹太人的生活也出了一个幸福生活的宣传片 和中共的宣传片可以说是如出一辙 我们如果再回顾文化革命 这一定会勾起我们很多人 对那段地域般生活的惨痛记忆 但是我们看到歌颂文革宣传品 对文革的描绘却是一片人间乐土 就像胡佳先生说的一样 共产党从来不说实话 而是满口谎言 尤其在暴力人权方面 更是如此 至于当下威胁世界的伊斯兰恐怖主义 我要说明的是 我从来没有产生过 要实施终极伊斯兰主义之类的想法 伊斯兰不过是我们维吾尔人文化的一部分 中共对维吾尔人的种族清洗 并不是伊斯兰的原因 伊斯兰不过是一个借口 维吾尔人从公元九世纪末开始 接受伊斯兰以来 从来没有想过要推广伊斯兰 也没有进行过任何扩张 我也可以斩钉截铁地告诉大家 我们是反对任何形式的极端伊斯兰主义 反对任何极端恐怖主义的 我反对任何形式的全世界伊斯兰化 或者是全世界共产主义化 我认为 任何自称掌握了宇宙真理的极端形式的主义 都是极端主义 它将给人类带来无限的灾难 最后我要说 中共正在试图把在新疆的做法推广到全国其他地方 宁夏政府已经派了一些官员 前往维吾尔自治区取经和学习 包括和当地公安系统进行交流 汉人今天如果站出来 为为族人说话 其实就是在捍卫自己的明天 新疆灾难或成为全国危机 北京维权人士 国际萨哈罗夫人权奖得主 胡佳说 我想说 对于新疆问题 最有发言权的应该就是在中国本地生活的维吾尔人 但是遗憾的是 在整个中国一千多万维吾尔人中 唯一一个有胆量 敢于说话的人 已经在监狱 这就是伊利哈姆先生 至于那里发生的一切 我觉得远远不是人道危机 而是人间地狱的重现 以各种形式 在中国使用的侵权手段的极致 都在新疆实施着 并且被愉加深重的发挥 直至淋漓尽致 我们都知道 全世界每年都会关注 中国许多的人权案件 许多良心犯 政治犯被判刑 甚至他们的家属 也受到侵害 但是 我们要要明白 汉族的良心犯 政治犯的数量 只有新疆每年 因为所谓的危害国家安全罪 被判刑的鬼族人的领头 中国本身 就是全世界最大的人权侵害国 中国共产党利用全世界最多的资源 实施着对人权的镇压 新疆是中国这个大监狱中的禁闭室 是它的刑防 最重要的是 在那里使用的各种手段 将来在共产党面临危机的时候 都可能被推广到整个中国 新疆的问题 并不仅仅是维吾尔人承受苦难的问题 而是可能演变成全国灾害的人道危机 官方剪辑生活录影 犯人被称自由学员 胡佳说 毫无疑问 中共通过官媒进行宣传 以误导人们对新疆集中营的了解和看法 共产党向来是谎言恐怖 家暴力 三位一体 我记得 日本侵略中国的日剧时期 日本也制作过 描述大东亚共融的纪录片 就是那里的所谓和平戎景 事实如何大家都清楚 中共独裁下 我们也在监狱里待过 也会被安排在监狱唱红歌 跳红舞 参加所谓文体活动 就是改造活动的一部分 我们也经常看到 自己在监狱 被一些官方的人偷拍生活景象 然后经过编辑后 对外发布 说那是我们的正常生活状态 甚至显示我们生活在某种程度的满意和幸福中 这都是我们经历过的 现在 新疆的集中营也被中共官媒如此这般的加以编辑和宣传 如果我们因此就相信 这些人是学员 是在参加学习班 那么应该问问 他们是否有人身自由 是否不满意可以退学 是否有选择权 等等 事实上 这些人对自己什么时候能离开那里 都完全不知道 所以那些公布出来的快乐画面 不过是官方用蒙太奇手法剪辑出来的 与真相相反的假象 中共在新疆试验 恐推而广之 扩大牵制 胡佳说 共产党曾经在新疆试验过原子弹 现在 它依然把大规模的人权侵害的模式 在那里做尝试 然后再实行推广 胡锡进的环球时报 八月份的曾经刊登社论 赤裸裸地说到了这个问题 称许多东西都应该在那里进行尝试 有效果以后要推广开来 这个推广 显然是在新疆之外的地方 是更加广泛的人群 我们看到 新疆的4G网络被降速到3G 这种做法属于全球首创 前无古人 此外 政府还可以随时实行物理断网 可以在任何时候拦住行人 强行插上你的手机 调出群里的隐私 这种做法 也已经在其他城市 就是汉人居住的沿海发达地区城市 开始实践了 明年是中共建政70周年 896430周年 这种做法会不会推广到北京 我们目前很难预测 现在每一个汉族人都应该明白 新疆的命运 不仅仅是维吾尔人的命运 我们同情维吾尔人 支持维吾尔人 也是在给自己争取权益 以上是明镜广播电台整理报道 谢谢收听 下面我们来学习一下 如何在安卓系统下下载并使用明镜之声APP 首先进入安卓手机或平板电脑的Play Store 在最上方搜索栏输入明镜之声汉语拼音或者中文 之后您就会看到明镜之声APP的图标 点击图标右边的下载标志 软件就会自动下载到您的桌面上 回到手机桌面 找到明镜之声的图标 点击并进入明镜之声APP 进入明镜之声APP后 您会看到在最上面有四个选项 分别是广播、随选播放、热门排行和机赏 广播一栏是正在实时播出的明镜节目 随选播放一栏是明镜节目的列表 热门排行一栏是明镜24小时 三天到一周时间内最受欢迎的节目 在最右边的机赏一栏 您可以选择不同的打赏金额来支持明镜 下载明镜之声APP 随时随地了解全球大势 下面我们来学习一下 如何在苹果iOS系统下下载并使用明镜之声APP 首先进入您手机的App Store 也就是苹果应用商店 在搜索栏输入明镜之声 汉语拼音或者中文 之后您就会看到明镜之声APP的图标 点击图标右上角的云状下载标志 软件就会自动下载到您的手机桌面上 您可以选择下载之后 立即点击Open打开明镜之声APP 进入明镜之声APP后 您会看到在最上面有三个选项 分别是广播、随选播放和热门排行 广播一栏是正在实时播出的明镜节目 随选播放一栏是明镜节目的列表 点击随选清单右边的倒三角形 您会看到明镜所有栏目的名称 选择您想收听的栏目 比如明镜的英文新闻News Always On 您就可以专门收听一个栏目的节目 热门排行一栏是明镜24小时 3天到1周时间内最受欢迎的节目 在这一栏您可以找到明镜观众最关注的节目 明镜之声APP还有一个功能 就是可以连接到明镜的YouTube频道观看视频 具体方法是点击明镜之声APP 左上角的目录标志会出现一个菜单 在菜单的最后一行是订阅明镜选项 明镜之声APP会自动连接到明镜火拍的视频主页 在这里您就可以收看到明镜火拍的所有节目 下载明镜之声APP 随时随地了解全球大事 中国与世界每时每刻的变化 随时随地可以听到 请您立即下载明镜之声APP 您的随身收音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